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现在国民党内在7月12号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日期 因为这一天国民党的中常委 要帮郭台铭翻案 那现在我们来看 就是说国民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第一个韩国瑜 第二个是郭台铭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侯友宜 那现在金府冲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第一个韩国瑜 他必须他要收编 那第二个就是说 郭台铭跟侯友宜的延长赛不能够再进行下去 那你第三个他必须要发挥二刀流的力量 所谓二刀流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第一个他要保侯友宜 第二个他要群拿郭台铭 就是说郭台铭我能够搞定才有韩国瑜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针对这个问题 我请到了香港的好朋友 港台大白话的主持人陈锦胜兄跟各位共同探讨 郭台铭兄好 郭台铭兄好 非常感谢郭台铭兄把我邀请来一起 大家再继续探讨一下台湾国民党内的一些精彩的一些内幕 对刚刚谨慎兄讲 就是说精彩的内幕就是 7月12号看朱立伦跟金甫冲 能不能摆平中常委 如果摆不平的话 郭台铭一定出现 一定出台 然后跟侯友宜对阵 当他跟侯友宜对阵的时候 我想请问锦胜兄 就是说这个延长赛开始的时候 那韩国瑜的问题就会重新被提出 那事实上金甫冲就我所知 他的金小刀的二雕流 就是说我要保所谓的侯友宜 但是我又要摆平所谓的韩国瑜跟郭台铭 我想请问锦胜兄 金小刀能够摆平郭台铭跟韩国瑜吗 这个有华兄这个问题提了非常好 因为我看到啊 就是前天吧 这个韩国瑜呢 在为那个台北市议员 林金杰造势的一个活动上的 就向林金杰表示歉意 他用了一个台湾话就是歹市 歹呢就是歹徒的歹 用歹市两个台湾话 来表示对林金杰的道歉 说四年前呢 他没有很好的支持林金杰 因为林金杰那一届呢 就开始要出来选立委 那么因为那个韩国瑜当时的 那个选情不太好嘛 那么侯友宜呢 作为一个地方首长 又是那个新北市的那个市长 他又没出来支持嘛 所以就他又顺便了 像韩国瑜呢 也表示了那个歉意 那么虽然是隔空的一个道歉 也非常的就是领一些 媒体啊民嘴啊 都对那个韩国瑜 这么吝息道歉 不够真诚的道歉呢 也有为之 那么总算再怎么样呢 这个辞来的道歉也算道歉 那么我想呢 他那个这次能够有道歉呢 大概今小到今苦中呢 他汇集了那个疫情啊 可能跟这个侯友宜有说 这个看样子 你我们要大局着想 要整合韩国瑜呢 你不向他道歉呢 可能这一关呢是过不了的 所以呢 这个又再加上 郑立文要换侯 所以在这个各种 两种因素下呢 那么韩国瑜呢 就是不情不愿 这个很勉强的隔空 向那个韩国瑜道歉 那个但是韩国瑜呢 风度很好 他说那个爱与包拥啊 他都是他一贯来的 他那个自己的 那个秉承的那个意志 所以呢 那个韩本反而呢 就对那个侯友宜这个道歉 不是很真诚的道歉呢 都是不是很满意 但是再怎么样 表面上这个侯友宜 算是道歉了 那么韩国瑜也能够接受了 那么就是说这样的话呢 有机会呢 就是侯友宜能够 跟韩国瑜呢 有整合的希望 那么一些韩粉啊 因为他们主要就是看韩国瑜嘛 你韩国瑜 跟那个侯友宜之间的 那个矛盾解除了 经济解掉了呢 那个韩粉呢 就会会归队 这是 虽然这个侯友宜 这个能够 这个勉强的道歉吧 也是对他的选情呢 是有利 会有加分 那么至于郭台铭 跟侯友宜呢 这个对决呢 现在呢 应该还是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要到九月份呢 九月份呢 这个一个呢 郭台铭 他那个九月份呢 他要恢复党籍了 那么到时候 什么一个 他什么一个态度 我看呢 这个郭台铭呢 要回归国民党的机会呢 就不一定是 这个不一定有了 因为他也现在已经 这两天已经跟国民党 已经是正式反脸了嘛 所以呢 但是呢 国民党呢 现在呢 先一步呢 要整合韩国瑜 郭台铭的问题呢 只能放在 这个下半场再打 所以呢 你刚才呢 就提出了一个 要决战的 要延长 延长赛 大概是这么一个解释 有啊兄 其实刚刚景盛兄 已经谈到了 整合的重点 但是现在的问题 就是说金服冲认为 金小刀认为 先解决中常委 造反的问题 或者窝里反的问题 第二个 就是说 韩国瑜问题 不解决的话 他没办法 解决郭台铭的问题 现在韩国瑜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一半 但是 我可以说 侯友宜 必须还要面对 韩粉的难题 那第三个 就是说 对于郭台铭 独立参选的问题 事实上 他现在大家都在观察 他能不能够 连署超过50万 如果他不到50万 可以整合 如果超过了100万的话 那郭台铭 极有可能独立参选 我想请问 景盛兄弟 就是说 郭台铭 可不可能独立参选 我看呢 如果说 国民党 现在跟 郭台铭 关系已经是 正式拉破脸了 那么郭台铭呢 就是第一条路 第二条路 都没有的话呢 那么 他独立参选呢 这个势在必行了 那么 我是想 如果他独立参选以后 他的民调 如果能超过 侯友宜 应该是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因为他现在没有参选 他的民调 被民调公司 把四角都的民调放上去呢 他是跟侯友宜呢 都是15% 这是打平手 那么如果说 他正式宣布参选呢 他的民调呢 一定会超过侯友宜 毕竟我最欣赏 郭台铭的呢 不但不是他的霸起 是因为他提出了 两岸的和平的宣言 这一点呢 会照顾两岸这个人民 这一点呢 我对他是比较欣赏的 因为台湾 不管是这个国民党 或者是这个民众党 这个民进党是不要提了 就是对两岸问题呢 能够一个全面的 一个系统的一个认输呢 还没有人 侯友宜是根本是 这个两岸问题呢 是非常的欠缺 他还不如那个柯文哲 所以呢 这一点呢 郭台铭呢 是走在他们两岸的前面 所以呢 我是希望如果 郭台铭独立参选以后 他的民调 能够跟柯文哲 不相众婆 或者是超过柯文哲的话呢 那么到时候呢 柯文哲 鉴于这个形势所必呢 他到时候又会和郭台铭 合流 然后呢 两个人会 深圣的就形成 郭柯佩 那个胜选的机会呢 还是很大的 郭柯佩 有不同的政治立场 那今天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景森兄 好 谢谢友华兄 讲了许多内幕的情况 谢谢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好 下个礼拜见